回顾五一期间,全国各地消费市场呈现火爆态势 医院会、文化节、博物展出、体育赛事等多元消费方式有限 约一日至五日,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了约13.6亿人次 五一文旅社同样受到岛内社会的瞩目 不少台报表示,也想在假期游览祖国的大好和尚 台湾时事评论员吕李施在岛内的一档节目中表示 这几天看了很多有关大陆旅游的视频 各地各具特色的旅游风貌令其向往 他还说到,很想在最冷的时候到东北的墨河去体验一下极低温 也想在夏天的时候去新疆支持哈米瓜的葡萄 台湾舆论在广泛关注的同时,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 积极回应大陆方面宣布的推动两岸交流的举措 抓住机会让两岸旅游交流,尽速恢复常态 大陆方面宣布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后 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 福建省也发布推出辅马同城通卡 支持敏台航运船舶发展等一系列便利台胞的新举措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委会主委赖瑟珍撞文表示 大陆方面已递出橄榄枝 台湾当局如何回应,大家都在关注 岛内舆论表示,假期大陆的民众出游需求旺盛 带动经济增长 而面对这样一块又大又甜的旅游经济蛋糕 台湾却有的看没的吃 台舆论更后悦,两岸旅游往来汇集岛内百公百业 派民进党当局别再算葡萄心里 应积极回应大陆方面宣布的推动立案交流的举措 抓住机会让立案旅游交流,尽速恢复常态